楊子瓊和丈夫回馬來西亞補擺起酒 婚禮低調樸素 門口婚照超搞笑 楊子瓊媽媽譚惠珍 罕有地現身與女婿合照 61歲奧斯卡首位亞裔影后楊子瓊 今年7月宣布和年長17歲的 法拉里前總裁尚圖德 在瑞士日雷雅結婚 結束19年的愛情長跑 當時他們曾經預告過 將會在年底回家鄉馬來西亞補辦婚宴 而根據馬來西亞媒體報導 12月17日楊子瓊已帶上丈夫 尚圖德一起回馬來西亞 並舉辦婚宴 他們邀請了約100名親友參加 兩個人的婚禮相當低調 大部分來賓都是新村便服 而在餐廳入口處 還擺放了兩個人的搞笑婚照 是楊子瓊主演的007電影《明日帝國》 而海報上的片名被改成 Love Never Dies 愛永不會消失 再加上上圖德和楊子瓊製作 和楊子瓊一起駕駛電單車的皮爾斯的樣子 也被轉成丈夫上圖德 餐廳內還沉列了不少記錄兩個人 由相識到相愛的照片 非常浪漫的 黎智為弟弟慶祝生日 黎英成功站起來與全家合照 黎智的弟弟黎英再次站起來 情況令人鼓舞 現名馬黎嘉儀的黎智 之前在社交平台上上載了一家四口的照片 帶父母一起到深灣遊艇會為弟弟黎英慶祝生日 而最令人驚喜的是黎英在家人的扶持下 站起來合照 在一家四口的合照中 看到黎英牽著爸爸的手 媽媽扶著她的手臂 而黎智放縮爸爸 另一張黎智和黎英的合照 黎英雙手插袋和姐姐笑得很燦爛 黎智在貼文下寫 HAPPY BIRTHDAY TO MY BROTHER 黎英在2007年5月遇上嚴重車禍 情況一度危態 雖然之後騷醒 但已經半身癱瘓 最後黎智在2008年以照顧弟弟為由暫停拍劇 劇集《珠光寶器》首破那一天 黎智宣布這套是她最後一部參演的電視劇 之後就會全面退出娛樂圈 全心照顧家人和主要打理弟弟的美容生意 黎英意志力堅強 在家人的悉心照顧下逐漸康復 但黎英一直不良於行 要靠坐輪椅出入 黎英在2018年時曾站起來和姐姐合照 當時黎智在社交平台上上載照片 就說弟弟這麼多年的堅持成為她的動力 今天弟弟可以站起來和大家見面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她的堅毅精神是令我不斷進步的動力 我會繼續奮鬥下去 黃家爾淡而無寐日常餐單曝光 姜濤無辜中槍 連在歐美地區也擁有極高人氣 近日有網民在社交平台上 就分享了她的健康餐單 相當自律的飲食生活 才令她擁有爆肌的身材 但竟然令到頂流姜濤躺著也中槍 近日網民就分享了黃家爾的日常健康餐 在照片中看到她為了keep it 一頓只吃四隻雞蛋和一些沙律菜 淡而無味的飲食令她獲網民稱讚自律 竟然有網民提及作為香港天團MIRROR人氣王的姜濤 他們說姜濤吃的可能比粉絲更好 她的伙食肯定很強 姜濤的粉絲都是吃她的才華 不是吃她的顏值 杜濤風聘死坐過山車喪叫一分鐘 光顧日本傲偶被罵金毛死八婆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解封大阪很快來到最後三集 節目依然精彩 之前杜濤風繼名古屋之旅 目標是落高主題樂園 積目迷必到的朝聖之地 裡面的Mini Land景點用積目 砌出日本各地的名聲 像日本的東京鐵塔 清水寺 晴空塔、深齋橋和富士山等應有盡有 而且造型細緻、象徵度極高 就好像置身在微宿景區 Helen為了推高收市 已經出賣兩點兼夾了長腿 之後她再為收市犧牲 無懼畏高決定挑戰樂園裡面的過山車 雖然樂園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小朋友 但見到一群人玩到V話鬼叫就知道不簡單了 Helen右手帶著自拍鏡 被安排坐在車頭 她已經覺得中伏了 經歷了一段室內潛氣之後 過山車去到室外的棄浴部分 在分幾鐘的又上又落又急掂彎的車程中 她真的沒有令攝製隊失望 Helen叫了一分幾鐘 原本她被安排再玩飛行忍者去機動遊戲時 她決定賴死不上陣 就算攝製隊已搖底獸杜如鋒垃圾叫她 她依然站住 而另一個賣點 就是在日本服務態度非常出色的餐廳 當杜如鋒一進到店舖 已經前後受到店主和女士應的招呼 前一句快點滾進來 後一句金毛死八婆 服務態度更是十問九不認 但難得食物質素不差 Helen說 這間以罵人為樂的餐廳 7月才開 很多日本人爭著去吃 還引到香港人留言說 Welcome to Hong Kong 老闆回應說會好好向香港的餐廳學習 也不是說不值得 而之後杜如鋒繼上一輯解封東京去到神社求籤 成功擊退壞男人 直接沒有男人埋身後 金輯再接再禮 再去到求姻緣 而經一試掌一試的她 今次直接單刀直入 在繪碼上寫 我要一個好男人 相信不會搞錯了 而有Helen的地方就會有東西買 之後在七層天堂中古店之行 見證著她的桑買本色 其實剛剛到處她已經雙眼發光 最終成功噴錢 處於失控邊緣的她 當然意猶未盡 不過導演最後請來一位重量級人馬 最終都壓著Helen的購買肉 究竟她是哪位這麼有份量呢? 任情階段年度潛力新人 琪琪說我的小女孩已經長大了 琪琪對外女得獎非常開心 任德華和琪琪的外女任情階Ella 遺傳父母的優良基因 樣子甜美、易天長腿 被冠為新世代無德 和最有潛力升二代等等的稱號 正是努力學業的她即將會升讀大學 在讀書的同時 也會兼顧娛樂圈的工作 Ella這位新世代潛力非凡 日前她獲邀出席 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 InStyle Icon Awards 年度偶像聖典 並獲頒發年度潛力新人獎 當日她穿了粉紅色長裙出席頒獎禮 像小公主一樣 而媽媽琪琪也陪同在場 琪琪對外女得獎覺得非常高興 並在社交網站上祝賀留言說 我的小女孩長大了 Ella也留言說 多謝InStyle Icon Awards 年度偶像聖典 頒發了潛力新人獎項給她 由懵懵下又害羞到自信堅定 時尚幫她打破束縛 勇敢面對無限的可能性 未來在她熱愛的學術和事業上 她會繼續做好最好的自己 另外Ella也換了金色的晚裝 展現她性感優雅的一面